按照台灣的法律 颱風假雇主是沒有義務要配合的 是的 你沒有聽錯 雇主並沒有義務要配合你放颱風假 為什麼呢 連線連線記者 那假如說 假如說市政府 中央發布颱風假 雇主可不可以說不放假 答案是可以的 可以的 只是勞工覺得 你很大 不想上班怎麼可以 答案也是 可以的 褲主不能進礦池 褲主不能進礦池 因為這個是政府的台公價 要不然你以為 記者現在為什麼在這裡上班 你以為記者腦子有動嗎 所以是老闆叫記者來上班 你們都說記者是笨蛋 記者不是笨蛋 記者是很敬業的 我們還給空妹主播 主播 好 我們謝謝在台中法子系河畔 為我們SNG連線的 恩褲利公報導 那主播恩褲利公我跟剛剛的記者恩褲利公是不一樣的 但是各位觀眾 你們有沒有發現我們都有一件共通的事情就是颱風天我們也有上班 為什麼你可以放假我們要上班 因為你放颱風假 難道我們沒有颱風假嗎 當然不是這樣講的 因為按照台灣的法律 颱風假雇主是沒有義務要配合的 是的 你沒有聽錯 雇主並沒有義務要配合你放颱風假 為什麼呢 因為目前在我國的所有的勞動法令之中 沒有任何一種假期 叫做颱風假 你看勞動基準法 還有什麼法令 你除了勞動基準法 我想你也想不出其他的法令啊 東翻西早 有生理假 有立假 有休假 就是沒有颱風假 法規那個法規叫什麼 我看一下 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第四條 誰沒事會去看這個條文啊 你以為律師會去看這個條文嗎 你並沒有 也是為了拍這整個影片早上才頒出來的啦 那我看了這個第四條的規範 大概有兩種情況可以停班停課 第一種就是風太大 第二種就是雨太大 那風太大雨太大也不是你在意的嗎 你在意的是 老闆可不可以叫我去上班嗎 答案是 老闆可以叫我去上班 你說為什麼 好同學 各位恩公 各位恩本 看清楚這個辦法的名字 他叫做 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 他不是法律 他也不是命令 他是辦法 什麼叫做辦法 辦法就是沒有法律和法律授權的行政命令啊 意思就是他沒有任何的民主正當性啊 那舉例來講 就像是國有國法 加油加杯 加油加杯貓 加油加規 班有班規啊 烏龜有烏龜 這個辦法是行政院人士總處公告的耶 公告給誰看的 公告給政府單位看的啦 各位恩本 各位恩公 你是公務員嗎 你領著18%嗎 都沒有 那你跟人家放什麼假啦 老闆可不可以叫你上班 完全可以 他們又不是公家單位 省金幣 合不合理 非常的合理 你就給我去上班 不然怎麼樣 領不到薪水 領不到薪水 你說不對啊 我有看到新聞啊 新聞說老闆不可以叫我去上班 不可以扣我薪水 不可以寄我礦子 你看到什麼新聞 看清楚好嗎 想想看你在講什麼幹話 你沒有去上班 你本來就沒有薪水 這時候老闆不發你薪水 沒有再扣薪啊 領薪水是有上班才有薪水領嗎 沒有上班怎麼會有薪水領 所以他不發給你 沒有道職的薪水算是扣你薪水嗎 並不是 你說啊 法律人都講文絕字 玩文字遊戲啦 沒有 並沒有 是你沒有看清楚 到時候你領不到薪水的時候 你去哭啊 你去跟高雄市政府哭啊 還是你去跟勞動部哭 沒有人會理你的啦 恩處立功可憐你 給你十塊錢去買飲料而已啦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這個時候又要講另外一個要點了 注意各位聽好 這個名字很長的要點叫做 天然災害發生事業單位勞工出勤 管理及工資幾部要點 這一個要點裡面寫了 颱風天 勞工因颱風而無法出席工作時 雇主已不扣發工資 但應雇主的要求在颱風天出勤工作 除了颱風天當日的工資因照付外 以加給當日工資 有沒有聽清楚 都是以 以的意思就是 應該還是最好要呢 如果你認為是應該的話 你可以把它唸成 以應該 以應該 你覺得會有人理你嗎 你再看清楚一點 老闆要不要付你薪水 你去法院跟法官講說 法官依據天然災害發生 事業單位勞工及出勤管理及工資幾部要點的規定 雇主要發給我薪水 這時候法官就會跟你講說 依據 怎麼那麼慘 依據天然災害發生 事業單位勞工出勤管理及工資幾部要點的規定 你沒有任何的權利 要求你的雇主要擊付你薪水 這時候你就領不到薪水了 懂嗎 所以這根本就不是什麼 堅僧的法律問題 這個問題 這個法律爭議最困難的地方就是 我剛剛講的那個條文叫什麼東西 你再講一次 不准回放 你講得出來見鬼了 本來雇主就可以不發薪水了 因為你沒有擊付勞務 雇主就無用去付薪水 那你說 難道雇主就可以叫我去上班嗎 答案是對的 雇主當然可以叫你去上班 但是 你可以拒絕去上班 為什麼你可以拒絕去上班呢 因為我們剛剛有說 政府說放颱風假 政府說放颱風假 這個是依據 一個行政規定來做的一個命令 這個命令就是一個事實狀態 這個事實狀態會變成是 你不提供勞務的 一個合理原因 那你會說 雇主這個時候 如果我說我不想去上班了 他還能強迫我去上班嗎 答案是 不知道 為什麼呢 因為你想 如果你不去上班 雇主來告你 這個時候 你說 颱風很大 風雨很大 法官大人 我不想去上班 合情合理吧 你覺得法官聽不聽得下去 答案是不知道的 如果那一天 颱風就像是風情日曆的一天 大家都去電影院看電影 法官那天又在辦公室加班 你覺得他會講 你說的很有道理 我們就讓你放颱風架嗎 還是 沒有 沒有風沒有雨啊 人家說放颱風架 你也應該去上班啊 你覺得是哪一種可能性會比較高 所以千萬不要覺得自己認知的颱風架 就是合理的颱風架 那作為一個專業的法律知識型YouTuber頻道 我們這時候就要告訴你技術的地方在哪邊 技術的地方就是反正颱風天 一定要出去看電影 一定要出去吃大餐 一定要出去逛百貨公司啊 所以這時候請你務必注意出入安全 叫一台計程車 立刻馬上先去公司 打卡 發現公司 大門深鎖 立刻馬上拍照上傳 就算風雨再大 也無法教習我對工作的熱誠 啾咪打卡 比出一個一 證明你的工作表現 證明你的工作態度和覺醒 和證明你有提供老物 但是雇主拒絕你的給付 這時候縱使雇主之後要拒絕給付你的薪資 那因為你已經提出老物了 所以他這樣子的行為 就違反了兩兆勞動契約 反而變成是雇主再無不履行 這樣是不可以的 有沒有技術點 非常的有技術點 很好 我們進入下一個段落 好啦 講了那麼多東西 好像都在抱怨 來跟你演講一下 為什麼會發生這些 吊詭而且光怪入禮的情況 原因就是因為我們國家的勞動法令裡面 並沒有颱風架這個制度 那為什麼沒有颱風架這個制度呢 因為它不是我們的休假 它也不是我們的利假 它也不是我們的生理假 簡單來說颱風架這個名詞 它不是一種真正的假期 嚴格來說它是一種政府的狀態 就好像SARS或者是COVID-19的時候叫你戴口罩的這種疫情狀態 那這種東西如果你要把它定入在法律的規範裡面會有一個困難點 就是365行雖然不能行行出狀元 但是行行都有行行的心酸啊 難道醫院要因為颱風關門嗎 難道百貨公司要因為颱風關門嗎 電影院要因為颱風關門嗎 各位恩粉各位恩公 這樣子你們颱風的時候 你們要去哪邊逍遙之戰 沒有道理這些人可以放假 沒有道理這些人要跟你們在家看電視 也沒有道理我們在颱風天的時候 沒有辦法報新聞 沒有辦法播新聞給你看 也沒有道理這些記者在颱風天的時候 不應該打傘在外面被風吹雨淋 所以這都是合情合理的 所以每個行業的狀況不一樣 法令好像不太適合訂這些規定 這是勞動部說的不是我說的 這種話你聽得下去 你聽得下去嗎 新聞的最後我們要帶大家來看一個畫面 台中法子系的延安在今日好大雨的衝擊之下 還是有很多的志工和勞工在那邊整治的話 不知道為什麼平常大太陽的時候不好好整治 一定要颱風把泥土沖得洗拔爛 才對牛蛙實在是一點便宜所思 以上就是今天詳盡的新聞內容 感謝你的收看 我是恩褲利高 各位晚安再會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